今日,网上一份四川省南部县关闭猪肉经营场所24小时的文件引发热议 财联社记者从南部县农业农村局相关人士处获悉 网上流传,南部县将关闭全县猪肉经营场所24小时的文件是真实的 我们从2020年到2023年的3至9月,每个月都会抽时间例行修饰消毒 5月份我们已经开展过一次消毒工作 消毒场所包括猪肉经营市场、屠材场、养殖赛养护和规模场 我们发布相关修饰公告,主要是为了让群众购买猪肉方便 南部县多位猪肉经销商则向记者表示 6月27日,南部县猪肉销售将暂停营业一天 要买猪肉可以后天过来,因为明天要全面消毒 6月25日,南部县非洲猪瘟防控与恢复生猪生产指挥部办公室 发布关于暂时关闭全县猪肉经营场所的公告称 为打造干净无益的生猪养殖环境 确保猪肉产品稳定供给 根据省市安排,县非洲猪瘟防控与恢复生猪生产指挥部决定 于2023年6月27日,零时起 对全县猪肉经营场所暂时关闭24小时 以便对全县生猪屠栽场、猪肉经营场所等进行彻底消毒 财联社记者,邮剑,王平安 财联社记者,邮剑,王平安 财联社,邮剑,王平安 财联社,邮剑,王平安 财联社,邮剑,王平安